大家好,我是老博士 今天是美东时间的2022年1月12号下午的2点 那么今天给大家录一段视频 讲讲这个元宇宙MVP和Plus Token 有血缘关系吗 希望大家喜欢 好,开始之前还得做个免责声明 本人在YouTube社区发表的 所有的资料言论紧调版个人观点 不过成任何投资或者法律建议 投资有风险,录事需谨慎 金融投资技巧是综合数值的体现 需要长时间的经验积累 不要相信一夜暴富 好,那么最近有网友问 咱们的元宇宙MVP和Plus Token是啥关系 这个说起来就比较复杂了 不过我们今天可以从多个方面来探讨一下 我们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来做个类比 第一个他的首发仪式 他的私募方式和销毁机制 第二个他的项目的会员等级和投资收益 第三个讲讲他的投资方 也就是投资机构 第四个讲讲他的主要负责人和技术团队 第五个讲他的币的交易所 第六个讲他的推广团队 第七个我们来讲讲他的投资的载体和方式 第八个讲讲他的应用生态和落地 第九个我们来聊聊他的造学功能 那么我们可以从这几个方面做个类比 那做完了以后呢 你就知道这个MVP和这个Microworld和这个Plus Token是个啥关系 好首先我们来看看他的首发仪式 我们知道Plus Token首发呢 首发呢是在韩国的冀州岛 是在这个WBF的这个大会上 那咱们的MVP呢 原计划是在泰国的普及岛 那么因为疫情呢就取消了 有很多团队长不想去 本来也是要在这个岛上 看样子他们两个项目方都喜欢在岛上开会 比较搞笑 这是他的首发仪式 好讲讲他的私募方式和销毁机制 这个MVP呢 他是有超级节点 全球有100个名额 你要掏1万个U来买100万个这个MVP币 相当于一个MVP呢 是0.01美金 然后呢 他的销毁呢 是大概有13000多块土地要销售 每个土地呢 大概一个格是1万个MVP 然后呢 他的他的这个收入呢 就要进行销毁 这个销毁过程呢 在区块链上进行公开不可逆 这个平台币MVP的总发行量是10个亿 市场流通呢5个亿 那么同时呢 他要销毁掉1.38个亿 相当于13000块这个土地 这样一个销毁机制 那Plus Token呢 他的拾目呢 是总共拾目了15000个以太坊 一个以太坊呢 是1000个Plus币 每个用户呢 只能投资一个以太坊 相当于是这样的 也就是说 只有15000个用户可以来参与 那么他也有个销毁机制 他每个记录的利润呢 30%呢 用于回购Plus币进行销毁 那么销毁过程呢 在区块链上进行公开不可逆 那么Plus币的总发行量是5亿枚 那么通过销毁以后呢 总控制在1亿枚左右 大家看看这个 他的私募方式 跟销毁机制是不是有点相似 都是有这样一个 销毁的机制和私募的过程 好 这是第一点 那么第二点呢 我们来比较一下他的会员的等级 还有投资收益 那么MVP呢 他有5个等级 分别是Elite Master Epic Legend 和这个Mistick 5个等级 那么Plus呢 也是5个等级 他是会员 大户 大咖 大神 和创世 那么你开通会员 开通智能狗呢 大概至少是500美金的 这个主流币可以开启 他的月收益呢 是15%到18% 那么MVP的月收益呢 如果你是合约指压 每个月的收益呢 也是15%到20% 你发现 哎 这么巧 好啊 居然也差不多 另外呢 你如果上了级别呢 还有社区分红 还有全网算力的分红 那咱们Plus呢 你要算了创世呢 你也有全球的加 加全分红 你说哎 这么巧啊 他这个级别呀 投资收益啊 都很像 大家觉不觉得啊 好 我们再往下看啊 投资机构啊 那么MVP的官方呢 说有五家基金公司投资 一个叫Garuda 一个叫Bcloud 一个叫King Ross 一个叫Genesis 还有一个叫AMS Global 那么经过我们的查证呢 这五家投资公司呢 全是只需乌有啊 可以说是项目方的自导自演啊 而这些所谓的五家机构呢 都是在2021年啊 创立的啊 也可以说是为了MVP这个项目而成立的 这几个机构啊 一个网站啊 其实里面什么内容也没有 也没有联系方式啊 纯属虚构啊 再看看Plus Token啊 Plus Token它有成立大会上 也有一几个投资机构到场签约啊 我们看到这个图片啊 分别是美国硅谷创客资本造胜啊 还有这个一个长得白人的脸 说是美国道师资本义达啊 还有中间这个呢 是叫做一道资本的原正中啊 那么经过我们的查证 这些投资机构全是只需乌有啊 也是自导自演 哈哈哈哈 也都是他们自己搞的 根本是不存在的这些机构啊 或者是这个就根本就是 啥都没有的东西啊 哎 你看这个投资机构 这两个项目方啊 纯属虚构 哈哈哈哈 也蛮像哈 好 再往下看啊 主要主要负责人和就是团队啊 这个MVP呢 这个主要的负责人是这个CEO啊 叫Ryan啊 Ryan呢是在英国伦敦啊 他的办公室啊 据说是在英国伦敦啊 那咱们Plus Token呢 他的这个主要的核啊 核心和灵魂人物呢是Leo啊 Leo的办公室呢据说也在英国伦敦 哎这么巧啊又这两个又碰上了哈 真是很有意思啊 好再看看交易所啊 这个MVP的交易所呢 是在一个是在Coin Store 一个在CoinW币银啊 一个在G币啊 那么这三个交易所呢 都是这个在新加坡啊 在这三个中心化的交易所 这个交易啊 那咱们这个Plus Token呢 Leo呢和赵胜已经签约了啊 正常来讲应该是在这个 新加坡的WBF交易所 哎这么巧啊又碰上了哈 在新加坡都是在新加坡啊 怎么这么巧啊 交易所又是在都是在同一个国家啊 刚刚说的是这个 就是灵魂人物都在英国伦敦啊 真是这么巧啊 好继续往下看啊 推广团队啊 MVP呢作为一个英国的项目方啊 他的推广团队呢 我们知道是这个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华人客服推广团队啊 全是华人啊 不要问我为什么英国的项目找一堆华人来推广啊 因为你看看Plus就知道了啊 Plus Token呢据说是一个韩国的项目啊 但是他的推广团队呢 也是华人的客服推广团队啊 是这个中国的盛世联盟啊 你说哎 怎么这么巧啊 一个英国的项目 一个韩国的项目啊 都是找华人的客服做推广团队啊 怎么这么巧啊 自己琢磨就明白了啊 也很巧啊 好 再继续啊 再看看他的投资的载体 都是数字资产钱包 是吧 MVP的项目呢 有一个MVP Wallet MVP钱包啊 你打开看的主页面呢 有USDT 比特币 以太坊 还有他的平台币MVP啊 那咱们Plus Token呢 也有一个钱包 叫做Plus钱包 他里面打开看呢 他有主流币 也有比特币 以太坊等等 还有他的平台币Plus币 大家一看 哎 怎么这么像啊 都是钱包啊 非常有意思啊 好 再看看他的投资方式啊 这个MVP呢 他是无损开启指压挖矿啊 那最低呢 是100个U 最多是1000个U 第一阶段啊 那么到了合约结束的120天呢 你这个120天 每天都可以得到 他的平台币MVP币 120天以后呢 你可以选择退回本金啊 本金给你 平台币也给你啊 这就说明了 这个MVP的项目方 想要的是用户的数量啊 而不是你的资产 因为你的资产USDT嘛 对吧 你投进去100个U 或者1000个U 最多 他180天以后还还给你 对吧 那他相当于你是白嫖 对吧 然后呢 你还可以得到他的平台币 那项目方得到个啥呢 是吧 他得到的就是用户的数量 而不是你的资产 对吧 好 再看看咱们的Plus Token啊 他是无损开启AI智能狗 对吧 最低呢 500个U 最多呢 好像据说一个账户 最多5万个U 对吧 那说明咱们Plus Token的项目方呢 想要的是用户的数量 而不是你的资产 对吧 因为你要是一个月以后关狗 你的主流币还还给你 对吧 相当于他项目方并不是需要你的资产 你说 这两个怎么这么像 这么巧 你还见过别的项目 你可以不用投钱吗 或者说你投钱 你的本金还退给你吗 没有吧 这个全世界成千上万个区块链项目 只有两个项目 一个叫Plus Token 一个叫MVP 是这种模式 对吧 其他的有这种模式吗 你还能找到第二个吗 对吧 非常巧啊 好 第八我们来看看他的生态应用 MVP呢 他有NFT GameFi游戏项目 有Metaverse 元宇宙项目 对吧 他是应该说是在2021年的 区块链行业最流行和热门的板块 这些项目 那么MVP呢 可以说是最佳的区块链项目 2021年 那Plus Token呢 他是钱包 还有跨链存储 还有搬砖套利量化 另外他还有一个亮点 就是他的数字货币和法币 将来是应该是可以自由兑换的 那他是2018到19年 区块链行业最流行和热门的板块 应该是当年最佳的区块链项目 你说这么巧 每个项目都是当年最佳的区块链项目 都是当年最流行最热门的板块 对吧 挺巧的吧 对吧 好 我们再看他的造选功能 这个MVP呢 通过我们的查询 那么他也有搬砖套利的功能 分别是比特币 以太坊和USDT 大家可以到YouTube上去看这三个视频 另外呢 他刚刚讲了 还有NFT也可以造血 GameFi和土地都可以卖出售 那么咱们的Plus Token呢 也是AI智能狗 搬砖套利量化 还有B龙 是吧 智能狗搬砖 怎么这么巧 都有搬砖套利 又巧了 又巧了 好 我们再看 那么通过我们的数据查询呢 你存入这个MVP钱包的比特币呢 假如你提出来以后呢 你可以跟踪到他一个项目方的一个转币地址 那么根据这个转币地址 在网上区块链浏览器上查币呢 你可以看到他同时 这个一个交易呢 有E3 BCE开头的混币地址 那么通过前期我们的查币 我们知道这就是咱们的Plus Token团队的混币地址 他是通过一笔交易里面把它打散币 然后打散的币的这个地址里面呢 能同时出现E3和BCE开头 说明呢 他就是Plus Token呢 就是团队的混币地址 那么刚刚我们查证呢 同时也是MVP项目方的比特币的出币地址 那就说明了咱们的MVP项目方的这个地址呢 就等于Plus Token 就是团队的地址 怎么这么巧 又巧了 好 这就说明了什么呢 这就说明咱们的MVP项目呢 跟Plus Token项目呢 是真正的豪门联姻啊 他们技术团队呢 是共享地址啊 说不定就是一个技术团队啊 也是有可能的啊 所以呢 我们可以说这个咱们的Plus Token和咱们的MVP呢 是两情相悦啊 情投意合 真心相爱啊 花好月圆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不分彼此啊 所以你要做Plus Token呢 你也可以做MVP啊 它是同一个技术团队啊 而且各个方面都非常的高度的相似啊 不要问我为什么这么相似啊 自己悟啊 好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哈 谢谢大家 我是劳博士啊 谢谢大家